接下來也是一個有問過的提型 叫做跟飽和有關係 提型的種類有一些 譬如說告訴你溶解度 問你它會不會旋融 或者是問你說這一杯它有沒有飽和 或者問你說現在的A狀況和B狀況 請問你它的溶解度有沒有增加 濃度有沒有增加 或者是它的溶解量有沒有增加 這個溶解量的變化以前是沒有考的 可是因為學者考過一次之後 大家就愛考 請問你這裡有一個底下有沉澱 不知道說什麼意思 它已經飽和了 然後風口放冰箱 請問你如何如何 好 底部有鹽巴沉澱 表示它已經飽和了 溫度降低溶解度會降低 所以原來的人不能吐出來 可是吐出來之後呢 它還是裝滿 所以還是會飽和 可是濃度會不一樣 因為溫度不一樣 所以濃度不一樣 一般而言固體是溫度越高 飽和濃度就會越大 有力萬兩倍 所以呢 我們說有鹽巴會吸出來 濃度會降低 可是仍然會維持飽和 所以我們答案只能叫做C 答案只能叫做C OK嗎 不用算 可是會好 好 可以體量 請問你實驗室有一個 藍色沒有沉澱的飽和容易 它一到你飽 它是不是沒有沉澱喔 然後溫度下降之後 顏色沒有變 沒有變什麼意思 也沒有沉澱喔 這時候要告訴我什麼 告訴我什麼 OK 然後呢 緩慢 但是上升的時候 顏色會變淡 為什麼會變淡 為什麼會變淡 為什麼變淡 然後同時又有沉澱 為什麼會有沉澱 所以問你 圖心是哪一個 根據上面的判斷 圖心是哪一個 這裡的簽詞剩下 三個 可愛小女生 十四號 你選A喔 請說 你選的答案叫做A 因為它 飽和 原來飽和 原來是飽和的 溫度下降之後 顏色沒有變 表示呢 然後也沒有沉澱 表示濃度跟原來怎樣 一樣 可是上升之後變得有沉澱 表示它吐出來了 表示它的溶解度下降了 所以它溫度越高 反而溶解度怎樣 越低的 所以我們答案要選的叫做A 我們答案要選的叫做A OK 跟它的敘述我們知道這件事情 請問你 請問你 告訴你這個溶解度的關係 請問你 哪一杯喇喇之後濃度最大 哪一杯喇喇之後濃度最大 這個 看看就知道 好像只剩下 29 那還有南針嗎 沒有 看一下還有南針 現在兩支簽了 有一支簽叫做32 有一支簽叫做32 來 你選誰 你選豬喔 請坐 你答案選的叫做豬 表上面顯示溫度越高溶解度越多 能夠溶解越多 那麼圖上面表 圖上面有未溶解的什麼意思 就已經怎樣 飽和 表明它裝到了最多 裝到最多 所以 50度C的飽和的濃度會最大 所以這就是 有關於飽和的問題 你當晚還有類似 然後還有那種 會不會全容都類似的 這些東西基本上都不太需要算 可是觀念有 就OK了 就是我們的 有關於 飽和容易的問題 OK